一辆列车的顶部 爆出了巨大的火光 冒出浓烟 而列车上的乘客 也被迫要下车 走回这个车站 而目击者也吓坏 拍下地铁恐怖的爆炸画面 完了完了完了 车厢突然爆出火光 浓烟不断窜身 发出噼里啪啦爆炸声 上海地铁11号线 在11号早上7点45分左右 供电设备故障 突然火光四射 巨大亮光闪烁 目击民众恐慌拍下影片 妈呀地铁要炸了 列车被迫停驶 不过好在爆出火光的列车 是空车没有乘客受伤 其他车厢的人则徒步 沿着高架轨道走回车站 大部分的人只好改搭接驳车 排队搭车人龙看不到镜头 地铁大约在中午抢修成功 乘客哀叹 接驳车还塞在路上 地铁倒是通了非常无奈 泰国则因鞭炮发生爆炸意外 监视器拍下白衣男童踹脚踢人后 瞬间炸出火光 烟雾弥漫 黑衣男童倒地不起 其他人被吓得鸟受散 原来是黑衣男童口袋放了鞭炮 被踢到瞬间鞭炮爆炸 两名男童受伤喷血 紧急送医 贩售这种外形 有如乒乓球大小鞭炮的店家 已经遭到开罚 土耳其一群年轻人 甚至在街头乱炸鞭炮和烟火 巨大爆炸声有如发生战争 不少人躲在车子后方当掩护 场面混乱 警方事后到场发现 竟是两派人马开玩笑乱放烟火 现在这群年轻人恐怕被惩罚 要为玩笑付出代价 记者李清晨晨莫报道